十五 星島日 香港力量過關租調查 2015年9月4日港民A19昨晚中港大戰 吸引約2,000名本地球迷北上深圳打氣 香港球迷組織香港力量部分成員過關時 租公安調查約半小時至45分鐘 當中三男承認去年曾參與佔中運動 一波三直下 全員抵達入場前安檢時 部分打氣用品及標語 更被公安已體積過大為有沒收 如2,000港球迷作北上深圳保安體育館為港隊打氣 大部分球迷經由較近球場的深圳灣口岸過境 而口岸的武警亦較平易為多 附近疫庭拍約20輛警車後命 以防有人北上滋事 香港力量35名球迷作五經由深圳灣口岸過境時 五男一女過境期間被公安扣查 其中三男承認去年曾參與佔中運動 保安活收打氣用品被扣留近一小時 而的梁先生表示 去年曾參加佔中 作出警時指示身穿普通淺色 此事 並非港隊紅色球衣 但仍被兩名公安帶到房間查問 梁雪 公安一直詢問我出警原因 私人問題及檢查背包內的區域 任由香港隊徑州的打氣毛巾等 最終扣留45分鐘後面放行 但沒有扣起我的打氣物件 球迷蔡先生也被扣查於半小時 自然去年佔領運動期間爭備警察審問 但未知與過境受了有否關聯 蔡青、扣查期間 背包內物品傳備檢查 亦不能與外界聯絡 錄名租扣查的球迷 最終成功入境 匯合其他團員成大巴前赴球場 經過重重波折 團員順利抵達球場 淡打氣用旗次及鼓卻被禁帶進場內 香港力量骨幹成員Edmond表示 入場進行安檢視 工作人員以物件體積過大為理由 敢指我們帶旗次鼓進場 並叫我們人場後取回 但任由香港力量的華額卻被沒收 進場後 我們發現中國球迷所攜帶的華額及鼓 體積遠超他們所說的限制 此事大勢超 蔡青中以0比0續結 港隊搶分成功 原場後港球迷也成功取回部分打氣用品 順利離開球場 記者李月深圳報導